90后回村建房,支气砖兼带老婆回村一天真实生活 家人们终于不下雨了,终于开始地面的工程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和我家队友还有点激动呢 除夕我家的宝子都知道三个半月了才开始气墙 板砖气墙不光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 每气层得拉线找瓶才能保证墙体平整 这边师傅也在给房间做门梁的交注 师傅说如果天气将就的话 一楼气完三四天左右就可以楼板之魔了 我这个监视者看着他们工作感觉豪杰呀 虽然不怎么懂这些 但是看得出来气砖要把砖头一层一层锥砌起来 并且还是一左一右交错着往上气的 这样的墙面的承受能力会更强 墙体也会更结实 我们位于恩师周边上 这边建房子农村几乎都是用的这种空心砖 红砖反而这边很少有的卖 可能是每个城市地域不一样 我们县城里中高层房基本也都是这样的砖 空心砖起外墙真的很快 四个师傅一上午就起这么多了 正好今天天气不燥热 师傅们速度也是很快 我们房子占地面积一百七十 开间十三米 近身十米 一楼算上一间大仓库 一定只有四个房间 每个女孩都是生活家 喜喜好心情是被购物给治愈的 自从回来体重就一直飙升不下 已经完全放飞自我了 天气逐渐变热了起来 我跟婆婆打下手 做个我比较拿手的凉菜 哈哈 人生就像凉拌菜 酸甜苦辣甜 啥调料都加一点 朴实简单才会有滋有味 这种天气必须吃它 今天做的四菜一汤 都是我爱吃的菜 中午直接干到凉碗 明天就要气到窗户尺寸了 婆婆不太喜欢落地窗 说住着没有安全感 我是觉得在农村 人少生活得比较雅静 就喜欢那种超大落地的窗户 好纠结啊 有座减欧别墅的老铁 你们家窗户高度尺寸 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呀